大家好,我是小琼 最近小破珍推出了一档音乐综艺 名叫《我的音乐你听了》 还请了许松、薛之谦、戴佩妮来担任评委 但尽管如此,这档综艺也难逃自嗨的命运 出圈舞台少之又少 不过其中还是有几个让我倍感惊艳的舞台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如果说这个综艺最大的黑马 我首推就是李昂星 他来参加节目的全过程 简直就是一片逆袭爽文 出赛表现垫底 选搭档满场都没人愿意选他 河南兄难弟和唱联曲1990 出色的舞台表现 让李昂星第一次入了导师的法眼 而最新一期节目里 他的超强原创有谱一出 更是直接唱出所有的导师 成为了节目开播以来 唯一一个满分选手 真应了那句歌词 往往一封开局才是男主啊 第一虽然是倒数 往往一封开局才是男主 我就是没什么天赋 打不了自己开条路 谁给我一半的包袱 不是孤 就他们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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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最抗扶 谁比我勇护 别人笑我太疯天 我笑他人旁不穿 不见不离 好天 不怕 不久 就 我说最喜欢的一个舞台 就是这首由于子军 张子薇组合演唱的戏歌 一开始 看他们搞得玄乎愣愣 觉得怀而不识 这首歌之爱听 好像也有点曲高和话 不知所缘 但是当张子薇 敲响手里的唱播 就直接开大 把台下观众都唱哭了 听完这首歌 我脑袋里至少过了几十步侠剧 满极弹号屠杀新手村 简直 这首由聂洁明和于一凡 改编合唱的宋别 观众老爷们觉得好听吗 最近他们可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宋别是一首名曲 流传之间已经一百多年了 原曲表达的是词别故人的爱上 而经过改编的版本 却多了几番活泼和轻松 这也引起了观众们不小的节目 虽然音乐风格多种多样 但普遍来说都比较小众 看起来高端大气 但其实很难引起共鸣 其中确实也不乏一些惊艳的舞台 总的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良心的综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